那我们今天阵行的部分呢会学习169月的第一段开始 169月的第一段开始 还是一样我会简单的跟大家念一下老师的开始 然后穿插做一些解释 设意而开释具足七支 甲三设意而开释具足七支分二 说这三十五佛灿具足了七支 所以老师一开始有对甲三这个科判做解释 我下面继续念 以一宣说成为七支之理 以二为开释七支故赴开释归一三宝 下面是老师的解释 直接念 第一个是宣说成为七支的道理 为什么他具足七支呢 第二个就是开释七支 接着又开释归一三宝 下面是经文 也就是说我们下面会讲到说 为什么三十五佛灿他具足了七支的修行内涵 是三十五佛灿的经文里面哪一段有讲到这个内容呢 就是这段经文 经文一切重罪各个忏悔 一切福德西净水洗 劝请祈祷一切诸佛愿正罪胜无上智慧 就是这样子的经文 以轨跟经文里面这样子的这个记授呢 事实上就显示三十五佛灿 他含色了七支供养 或者我们讲十大愿王的修行内涵 那下面佛智大师会做解释 唯一切重罪各个忏悔 乃至愿正罪胜无上智慧所显示 此父一切重罪各个忏悔之意者 为由生门所生诸罪当以礼拜等而忏悔 这段文呢 老师后面会有解释 先从第一句话开始解释 一切重罪各个忏悔 什么叫各个忏悔呢 简单讲 就是呢 你透过生所造作的恶业 有他忏悔的方法 你透过与所造作的恶业 有他忏悔的方法 你透过义所造作的恶业 有他忏悔的方法 那今天先讲 你透过生所造作的恶业 忏悔的方法是什么呢 佛字大家说 为由生门所生诸罪 当以礼拜等而忏悔 所以呢 我们在拜三十五佛忏的时候 我们用生做礼拜 就是对峙 我们由生而造作的恶业 那下面老师有解释 我继续往下念 一切众罪各个忏悔 一直到怨证 罪圣 无上智慧 他显示的意理是什么呢 注意 我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 一切众罪各个忏悔 大家都知道 我们造恶业的途径 竟有哪几个 生与义 那么 由生门所生诸罪 这里便说 各个忏 由生门所生诸罪 怎么忏啊 拜佛 当以礼拜等而忏悔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就是一种 正对质的一个过程 透由生门造作的恶业 那现在我透由生门 要造作善业 去对质他 就是礼拜 就是忏悔 下面继续念 还有像以前讲的 秘密的去打扫洗手间 不要让人知道 我问过仁波切 忏悔的法有多少 仁波切说 只要你怀着忏悔的心 你做什么善 什么就是忏悔的法 这个教授很重要 其实我有听过 好几位传承师长 也都这样讲过 你怀着忏悔的意乐 你怀着要求忏悔的心 你去做任何善业 都可以成为忏悔的修行 所以像老师这边讲 秘密的打扫厕所 不要为别人知道 或者是做其他 任何种种的善行 只要你前面是怀着 一个忏悔的意乐 忏悔的心去做 这样子就可以成为 忏悔的修行 这是真实的 这也很重要 以前呢 我看到有一些人这样做 然后不知道他的意乐 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事后想 如果你懂得这样 用心会蛮好的 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 有恭敬经典 有的时候 经典拿的时候 不小心掉地上 好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恶业 对不对 我就会看到 有人马上就把经典拿起来 然后放在头顶上 用双手顶带 好 如果你有刚刚讲的 这个意乐 就是我要忏悔 我刚刚因为疏忽 不小心 不恭敬经典的这个恶业 我现在要透过我的深业 造一个顶带恭敬经典的善业 来修忏悔 这就是任波切这边讲的 这是一个忏悔的法 没有错 好 后面继续念 比如说你去大聊主 去帮什么 现在我看看 我们的大殿都很整齐 金柜里面没有灰尘 经典放的都很好 看完了都没有没放好的 所以由于生所造作的猪罪 要由生礼拜等而行忏悔 这段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刚讲 你怀着忏悔的心 然后你要去做善行 来对峙你以前的恶业嘛 这叫修忏悔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去大聊看一看 你可以去大殿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打扫 放整齐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造善行的机会 好 就这个意思这样 所以后面老师再说一次 由于生所造作的猪业 要由生礼拜等而行忏悔 好 就这个意思 所以一切重罪 各个忏悔 就是透过生与异三门所造的猪罪 就要透过生与异三门的善行 去忏悔它 去对峙它 那向后还会继续去介绍 那我们今天是先学这一段 我们下期待的猪罪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